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帮观世音菩萨求你们平安 每一个学心灵法门的佛友都能够平平安安 身体好 工作好 家庭好 一切都好 都不容易 法国法会这么圆满 像上万人的 上次来也是上万人的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这次法国当地的法国人有500多个 你想想看 西方人对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 还有这个我们的佛教精髓 都非常的有兴趣 就希望你们好好学佛念经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你们以后想成菩萨的话 必须看白化佛法 因为没有一个菩萨是没有智慧的 所以如果你们还傻傻的 天天就会这样那样啊 傻傻的很好 那么小秤 也能上去 但是很低 但是要做菩萨 你必须要有智慧 所以你们每个人要智慧 碰到什么事情来了 就有什么办法 脑子很有智慧的 你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做菩萨一定要有智慧 希望你们好好跟师父学习 你们都很喜欢师父的智慧 你看听师父回答问题 你们觉得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吧 你知道师父在讲什么 我请观世音菩萨 把这么多的智慧 全部让你们来接受 让你们多多 每个人都要有菩萨的智慧 你们就成功了嘛 对不对啊 你们都是我的弟子 师父为什么不把 这么好的智慧交给你们呢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好 每一个人都能成功 一定要身体好 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年纪越来越轻了 这个弘法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传承了更多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观世音菩萨其实今天来了 其实刚刚那个护法生 他也看得见 连弥勒佛都来 你们好好努力 好吧 谢谢 观世音菩萨真的每一次来 都是穿着白的 师父是感恩的不得了 我又不能说什么 观世音菩萨老站在我后面 有时候站在我边上 你们是看不见 我是开心的不得了 你们看我突然之间 很开心的时候 就突然看着我 我不能告诉你们 我不能像他一样 师父嘴巴里连画出来了 你说怪不怪了 对不对 好好努力 每一个孩子要有信心 能够战胜自己的毛病 好好的努力 有多少人需要你们去救啊 有多少人需要学习佛法啊 你们不能只管自己的 对不对啊 不单单自己家里人 要全世界的人 你们都要管 都是你们家里的亲人一样 就像师父一样 像师父学习 好了 谢谢大家了 好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每一个孩子都要平安 你们不能生气 不能不开心 你们不开心啊 身体不好啊 精神不好 师父就会很不开心的 你为什么师父 一直在给你们加持 你们有一点点反馈过来 我会有感觉的 你们记住了 实际上师父的法身 如果到你们梦里来 就是气场接上了 大家听得懂吧 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啊 不能不开心 不能生气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